初学者最难跨过去的是回圈 更不要说两个回圈 那真的对一般人来说 是真的是比较困难 但问题 如果你不能够把两个回圈能够快速写出来 以后你要处理一些资料 恐怕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许就是 我们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 其实有些思考的方向 大概跟各位讲 因为你再来就是一列出来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再来就是前面这个数字 跟 里面的这个相乘 的结果 要把它再改一下 那怎么改特别注意 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可以 请你在外面最上面 再加一个fori的回圈 那我的习惯是 在上面再enter一下 把forj复制过来 然后把fori改成fori 并且特别注意 请你把下面这两行 换到下一阶 也就是它是在它的下面执行 所以按一个tab 这样就OK了 就是 把刚刚的那个forj 变到他的fori的下一阶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它执行的部分的话 是先fori 先得到1 再fori 再forj的话 就是1到9 所以 i如果等1的话 过来之后 j就1到9 然后 回来之后 i变成2的话 那j又是1到9 所以特别注意 它的关系是这样 这样再跳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再来改什么地方 可以把这个地方 本来是1 把这个1改成i 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1的地方delete掉 然后呢 前面 把它串 所以拖揽一下 拿这个来改 把它复制到前面 String 然后i就可以了 然后串接一个x 就是这个x 然后呢 把这个j放在后面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不是什么呢 本来是1乘上j 把1改成什么 改成i 就好了 两个相乘 然后呢 这样子 后面那个tab拿掉 这样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改 其实也没改什么 1 就怎么样 上面呢 增加一个 外部的回圈 然后再把前面的这个 只要1的部分改过 改好了 好试一下 特别是说 说牌一定要记得 把它按一个tab 执行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出来结果会怎么样 1 到9 OK了 2 也OK 3 有 可是问题喔 它全部呢 通通都 串在后面 可能一直串 串到9 不对啊 我应该 1 做完之后 这边应该 换航 到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少一个换航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我应该在哪边加个换航 他就会帮我放在这边 所以特别注意喔 应该是什么 每一个 追跑完之后 那我就 让他 多一个换航 所以特别注意喔 换航的位置 一定要是什么 你不能说放在这里 如果你放在这里面的话 假设我把 这个printer 这个printer 就等于是换航 如果你放这边的话 仔细你会发现 他变成每做一次 有没有 就一个换航 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样呢 请你把这个printer 向前一接 意思就是说呢 当一个追跑完之后 就帮我换航 那不就刚刚好 就是符合我们要的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printer 把它执行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执行结果 就刚刚好 满足我们要的结果 也就是 每跑一个追 这个追有没有 跑到久了 到这边的话 帮我enter一下 这个东西 enter 有没有 跑一次enter enter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 大功告成 其实也没改几个地方 但是如果观念正确的话 其实城市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不过呢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 像这边的写法 我们其实可以改成 format的写法 我把这一行 先 注解 我注解的话 前面加个 警字号 表示这一行是注解 那我如果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format的写法 format要怎么写 假如说我现在按这个 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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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喔 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一个string 两个string 三个string 哇 这么多转型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写成这样的话 跟各位讲 我可以写成更简单的format 那format怎么写 接下来呢 刚刚我们用到format format我一直强调 format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format 可以让这个程式 变得比较精简 那怎么写 一 一样 format一定要是双引号 里面的话给它 你的格式的公式 我格是什么 我要一个大瓜 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变数 乘上 第二个变数 再等于 第三个变数 然后后面的话是反斜线T 这个就是我的规则 有没有 其实喔 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是 在 那个大瓜糊里面 有放那个什么 它的小数点 可是现在我不要小数点 我不要格式 反正我就是放一个变数 我就用大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 你就点 打一个format 然后瓜糊 里面的话呢 就放这个 这个是要放什么 放I 所以你就是 第一个变数就放I 透点 第二个大瓜糊放什么 放J 第三个大瓜糊放什么 I I乘 J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他会把这个I放到这边来 这个J放到这边来 I乘J就放在这边 然后再加一个tip 有没有 这个感觉 有点像那个工厂里面的那个 这个吧 一个工厂的一个 一个 制作的那个 有没有 一个 一个流程 然后他每个 每个样板都一样 那还有format 有个优点 就是前面是 他的格式 后面是 放什么资料 把格式 跟 变数 把它分开来 我觉得这个还蛮OK的 因为以后蛮多地方 我都还蛮喜欢用这种方式 把它分开来 那这样做完的结果 跟上面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上面会一直不断要转型 那下面的话不用一直转型 你只要给他 一个大瓜糊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OK了 来 把它执行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会跟上面是一样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懂得用format来做的话 其实可以让这个程式 看起来 有没有 应该会更加的 可读性会更高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我刚做完的结果 云端上其实也有 所以如果要参考的话 有没有 这个 刚刚做完的这一些 OK 试一下 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那format有点像 sale里面 你要做格式化 到底其实我觉得 是差不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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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